发动医护罢工的医管局员工阵线 不满医管局无答应 向政府要求全面封冠 夜晚谈判20分钟之后 宣布谈判破裂 医管局预计星期二至五 要削減更加多的非紧急服务 谭晓彤报道 医管局员工阵线下午5点开始 即是限期之前一个小时 在医管局大楼的大堂等 希望和高层对话 上方一度争论会面的地点 去到8点20分 疑师去到演讲厅才开始对话 全面封关yes or no 会将大家的意见 尽量都继续跟政府反映 但是你听我先说吧 我是同意尽快用一切可行的方法 尽量减少内地来的人 请问你有什么确实的措施会建议到 大家跟我一样是做理由 我不懂得处理关口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最好的方法 在你的职位上可以做的事 我也有反映大家的意见 至少相信大家处理这个体法是一致的 关口怎么处理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有部分参加罢工的员工说 收到上司的电邮说会处分 高拔昇说没有下令过 公会要求他保证 不会秋后算账 并且会向政府施压 谈了20分钟 两个诉求都没有办法正面回应到大家 我可以在这里宣布 我们的谈判已经破裂了 公会再次速请特首林郑月娥和他们对话 由预告星期二至星期五 将会有9000个医护人员参加罢工 预计紧急和非紧急的服务会受阻 最真诚的道歉 医冠局统计星期一有2700人罢工 包括370个医生 900个护士 影响最严重的是九龙中 新界西和九龙西联网 有急症室的病房需要关闭 今天的情况我们觉得都已经很严重 如果再进一步阶段 因着休恃削减一些服务 我们当然不希望同时参加罢工 希望他们都能回心转意 他呼吁病人留意公布 如果因为罢工而看不到医生 医冠局会再排期 有线电视记者谭晓彤报道